當這個福島的這個案子發生以後 大家對我們台灣的能源政策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是的 那院長 吳院長也講出 是要找出最能夠化解期間的能源政策 是的 那什麼是最能夠化解期間的能源政策 我想基本上 最根本的是兩件事 一個是讓人民能夠安心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 能夠有一個合理的 一個穩定的 不自己造成限定的價格結構 大概這幾個是我們在思考的方向 那我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找出這個 目前我們的確有在做各種可能情境的一些分析跟規劃 我剛才報告過 我們現在一兩個月之內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來提出一個 不但理念上大家可以接受 可行性也足夠的一個方案出來 所以兩個月之內也可以提出這個 說實在的能源的問題 一個是在供給面 一個是在需求面 那現在我們今天的報告 都談到再生能源 那是一個供給面的問題 可是在需求面 我們有沒有辦法減少 否則的話需求一直不斷地增加 你供給永遠跟不上需求 你再生能源再多 花投入再大的成本 需求不去處理的話 你永遠供給 趕不上需求 所以產業的結構 這屬於進氣部的吧 了解 產業的結構我們有沒有辦法改變呢 對於耗能源的這種產業 對於必須要淘汰的產業 我們是不是能夠把它逐漸地再淘汰 有關這個產業結構調整 事實上都一直在進行之中 那這幾年打個比方來講 像水泥 我們就定有水泥工業的這個發展的這些作法 來做處理在那邊 所以呢我們會針對一些基本上一定需要 但是又比較耗能的產業做一些規範 讓他們能夠逐步降臨對能源的意外 我們有沒有一個計劃的目標 在民國哪一年開始 哪一種產業慢慢把它淘汰掉 到民國哪一年的時候 哪一種產業是要怎麼樣去調整去 未來我們是希望是怎麼樣的一種產業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打個比方來講 像水泥啦 像你剛剛提到 罩子這些比較耗能的 在台灣都是需要 我們不可能淘汰掉 淘汰我們就沒有水泥 就沒有罩子 這些 所以它基本上是把能源效率拉高 把耗能降下來 讓它能源效率更高 這是我們在做的工作 目前我們會再跟各工會來談這個事情 好 那現在另外再講到 台北市市政府現在有一個 也適宜會通過一個辦法 在室內26度以下的不可以 一定要在26度以上 那全國可不可以這樣 全國可不可以這樣做 全國可不可以這樣做 這個做法我們覺得是一個進步的做法 應該推廣到其他的這個縣市去 我們會朝這邊跟各縣市來做一些說明跟溝通 其實是有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反而比中央政府還要快 像代數三分鐘以上 就要被罰 那個時候我還在當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議員會通過這個法令 可是在中央來講的話 上個禮拜才通過 三度才完成 代數的話 停在那邊引擎發動的話要被罰 對不對 所以有些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中央政府是不是也應該可以去做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應該去考量一下 好 大家一起及時廣益 針對在需求面 在供給面 我們怎麼來做一個平衡的調整 我很同意剛才江文講的 特別在需求面 一定要大家及時廣益 因為很多小的一些節省 面力大了以後 人多了以後 那個量就很可觀在那邊 所以這邊如果去 萃起或是截起各個不同縣市 不同團體之間的意見 我們會來處理這一塊 一定會做 因為在過去來講大家都認為 核能很安全 可是福島發生以後呢 核能有它的盲點在 有它的不可預測在 所以大家心裡都很害怕 所以大家就希望能源政策 要做一個重新的調整 把這些各種的供電的比例 供電的比例做一個重新的分配 讓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供需面怎麼去調整 讓大家能夠安心的過日子 是的 對不對 這是大家最要求的東西 這是最起碼的政府的責任 那我們現在的核能研究所 未來的能源研究所 未來的能源研究所 是要做什麼 是研究未來的核能政策呢 還是做什麼 基本上主要是 這是一個技術單位 主要是一些技術的 應用技術的開發 以這個為主體在那邊 那裡面 將來會做的工作 打個比方來 我舉個例子就好 譬如說這個鎖呢 在這個纖維樹 就剛才委員提到的 用一些草或一些稻桿 來做酒精 做得相當不錯 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部分的話 他們做一些再生營的開發 比如光電啊 這些有關智慧型電網 都做這個開發在裡面 那這邊可以跟國內的 台電公司結合起來 一起來做 可是我看 這個核能研究所的組織法 它的設立目的 是為了原子能 為了核安管制 為了能源 為了環境 那是目前的 對不對 那是目前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然後我們再看它的執掌 掌管的事項八個 六個跟核安有關 那這樣子對外來感覺上 我們經濟部 及能源局 人員部 將來要成立一個核能 就要成立一個能源研究所 而執掌的都是跟核能有關 是不是大家就會感覺到 外界是不是會感覺到 將來我們台灣的能源政策 就是跟核能有關 都是以核能為主 因為他的八項東西 有六項是跟核能有關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剛才也有機會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我目前正在檢討整個能源政策 希望給我們一兩個月時間 那時候就會更清楚 也更可行 那時候再來整個看的時候 就會很平衡在那邊 跟你做個說明 部長我再請教一下 原能會的核能研究所 將來是 照目前的規劃是要併到經濟部 是的 變成能源研究所 是的 你覺得併到經濟部合適 還是本來原能會合適 我跟委員報告 就要看他目前做什麼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看他將來任務是什麼 要做第二個報告在那邊 第三個目前在規劃裡面是 原能會是成立一個叫做核能安全署 放到科技部裡面去 所以當你把這個所看到的將來任務呢 是放在科技部呢 還是放在能源部 就經濟能源部 那現在經濟部能源比重越來越高 必須要有前往的幕僚 來做所有的規劃跟資源 這種比較多的工作 可是經濟部對能源的比重是越來越高 沒有錯 一定會越來越高 可是人員是要配合能源政策 是的 所以還有很多的替代能源的問題 是的 不能是核能為唯一 不是 可是如果照你目前的執長 變得給我們感覺到 八項執長裡面有六項是跟核能有關 這是目前的執長嗎 就是說 將來的能源研究所的能源政策 就是以核能為主 這是大家不能容許的 我們可以把目前這個 所以 有關核能安全的問題 是不是還是擺在科技部 核能安全的部分一定擺在科技部 你們經濟部 經濟及能源部 將來要弄能源研究所 去研究未來能整體的能源政策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不能說是把這個核能研究所拿來 原封不動的 就擺在這邊來 變成一個能源研究所 第一個這樣的話 對外界會有產生誤解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對於核能的監控來講 會很大的影響 我同意同意 因為原能會 未來的能源安全 核能安全署 它專業方面來講 就要靠核安 這個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做技術面的支持 如果今天把它技術面的支持的 這個核能研究所 把它統統擺到經濟部去 那 將來核能安全署 它怎麼去監控 怎麼去管理核能安全 所以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反過來講 這個核能安全的監控 跑到經濟部來了 經濟部照說來講 應該是被先控的地方 我們是被管理的 被管理的部分 可是呢 被管管理的一部分呢 跑到被管理的單位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會給人家感覺到 求援兼裁判的感覺 那我跟您報告一下 第一個 核能安全所有的監管工作 不會在經濟部 經濟部跟台電是被監管的 這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這點呢 沒有改 第二個呢 核能所裡面的業務呢 會分開 屬於核能安全的部分 會移到核能安全署去 這邊沒有問題 他這樣做處理 那個部長 這個是行政院送來的 能源所的組織法 他的指導 這個是現行原能會 核能研究所的指導 我懂 幾乎一模一樣 幾乎一模一樣 那我跟您報告的是 然後只是另外在上面加了一個 再生能源啊 或者是兩個 加了一個這個能源策略的評估 政策評估研究發展 和再生能源 如此而已 我們會把 最絕大的部分 還是原來核能研究所的指掌啊 就原封不動的移到這個 原能能 能源研究所去 我覺得這個對外界會有很大的誤解 我聽懂 謝謝委員 有機會讓我們澄清一下 我們會把這個能源 核能所 目前裡面 做哪些事 做哪些事 哪些人 他這個資料都有的 會整理一份出來 給委員做參考一下 那他怎麼切割 會跟你做個說明一下 會更清楚一些 核能的部分 還歸科技部 你這邊 如果要成立 能源研究所 去從事能源政策的研究 這樣子的一種切割 可不可以 你站成不站成 因為目前核能所裡面有相當大的比例 不是做核能安全的 又不是 對啊 核能安全的還是歸 對 歸科技部 對對對 對不對 能源的部分歸你這邊 對對對 這樣子做一個切割是不是會比較恰當一點 是朝這邊在做 可是我們現在實際上來講的話是 核能跟能源全部都歸你經濟部嗎 沒有 我們在行建 都是這樣子啊 行建內部的協調 所以將來科技部裡面根本就跟核能研究所都沒有了 它的能源全部要撥到你那邊來了嘛 我們是不是在檢討一下看那個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有些失誤 目前在行建的習老師很清楚的 整個核能安全是移到核能安全署去 這是確定的 經濟部做事呢 是被監控的這一塊而已 核能安全署它只是管一些監控的部分 可是研究技術方面的問題的人員全部會移到人員研究手去 換句話說科技部將來沒有 它這一千多個人會移到你這邊來 目前大概大部分都移到這邊來 對啊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對核能安全是絕對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目前這麼多裡面大部分不是做核能安全 相關的又不是的 是啊 會把一些資料給你看一下 問題是在這裡啊 會把資料給你看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當然在我們現在正在審這個科技部 科技部 所以我也有一個修正動議 核能安全研究所還是回到科技部去 假設是 那我是覺得 經濟部經濟應用部你要成立能源研究所 假設是核能安全研究所的話 放在科技部 我們百分之百支持 就叫核能安全研究所 對啊 但是呢 能源研究所他做的工作跟這個 是有點差異的 能源研究所 你經濟部這邊你成立人員研究所 沒有意見 可是這個必須把它切開啊 一定要切開 一定要切開 這個鎖一定要切開 是大概這樣子 所以核能的部分應該還是歸到科技部 就是核能安全的部分 對 所以部長你也贊成吧 這個核能安全部一到科技部之後我們贊成 好 是的 好 謝謝